今天520又是个情侣们晒幸福的日子 今天我们谈个露骨的话题吧 女生跟男生出对乡交往多久才能发生关系呢 这期视频未婚女孩们一定要看完啊 听听我身边的两个单身男士怎么说的 如果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女孩 然后就想听她这一辈子 我觉得这个多久都能忍 挺一般的就是有朋友都喜欢我 那我觉得也就两三个月了 我觉得两三个月以后 可能就时间长短了一点 其实我周围有一些单身女孩吃过亏 跟男友交往不久就为爱鼓掌了 换回了分手 那你知道男人对于很快跟她发生关系的女人 是什么想法吗 她特别主动想跟你发生关系 在特别短的时间内想跟你发生关系 那么我觉得她也有可能会跟其他的男的 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发生关系 这个男生会觉得特别轻易地得到这种方法 这个男生不会珍惜这个女生 可能还有女孩不信 我劝你们看一下渡边淳衣的书 叫男人这东西 更好地了解男人内心世界 我觉得我奉献一下现在的广大女性 我觉得如果你真特别喜欢这个男生的话 你最好就不要在特别短的时间内跟他 这个时间如果你们俩是奔着结婚去的 这个时间我觉得你也长得好 希望这期视频给威慧女孩们一些启示吧 欢迎评论区里说出你的见解